- 歡迎回到第三節動漫戰隊的春節還是黑子的籃球 - 要混在一起就算了 黑春節就算了 - 黑春的籃球 黑春的籃球 - 像大陸的黑心食品一樣 - 但我會被婦女斬死 我這樣說的 - 沒事的 沒什麼的 - 剩下兩段就沒事的 - 要先斬一斬Sunny - 先斬Sunny - 剛才你罵完赤絲 - 不是說罵的 要恥笑一下 - 即是有時恥笑比罵的 - 這樣當然 - 其實你看完這個作品 Sunny算不算粉絲嗎 - 我絕對不算 - 你真的不是 - 絕對不算的 因為為什麼呢 - 首先我要戴上頭盔 - 接下來這一節所說的內容 - 有大概兩至三個項目 - 我會引用在另一些網台或網站上看到的人所說的 - 因為我覺得很難超越他形容得那麼好 - 所以我會引用的 - 先戴上頭盔 - 所以有些什麼尋仇 - 不代表本台立場 - 不知道不代表本台立場有什麼尋仇找上一本 - 請同我inbox原諾 - 我一定會交出新意放心 - 沒錯 - 可能我會自己回覆你 - 那件事就是 - 會說一下這套作品有什麼優缺點 - 其實先說一下優點 - 賺了先 - 是 - 其實他本身這套作品是有很多現實的去做一些backup的 - 即是現實就是剛才發現曾經有長波有人零分 - 這個不是他的backup來的 - 這是之後發生的事 - 這麼巧 - 這個你也可以當作一個backup的 - 歷史重 - 我說笑而已 - 不好意思 - 譬如說六間那個超遠距離三分 - 其實網上YouTube很容易找到一條片 - 就是現在叫做NBA最強的小前鋒 - 立邦詹斯 - 他其實也有一條片就是在他自己練球的時候 - 連續在自己的底線上射了三球三分 - 連續射到對面的籃子 - 連續三球到穿針的 - 那這條片有人說是真有人說是假 - 我到現在其實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 譬如如果聘眾你知道他的真偽的話 - 歡迎補充一下 - 吐漫畫裡面也有提過這件事 - 除了網上看到NBA的立邦詹斯做過之外 - 第一次看到有人做而已 - 但那條好像是移花節目而已 - 裡面也有提過移花節目一樣 - 裡面也有提過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 作者先帶回合規 - 也有個backup在背後 - 譬如說火神的絕招流星灌籃 - 流星入瓶 - 其實那個就是火神 - 正常入瓶應該是跳到籃子裡 - 讓你的手可以把球放到籃子裡 - 扣瓶那一下 - 他就說火神是放棄了他碰籃子的 - 他是用一個縱向的跳高 - 一個直線的跳高 - 跳到很高 - 把球在空中扔進去籃子裡 - 那其實呢 - 即是下去的時候是近乎穿針的 - 是的 - 但他的手就不一定碰到籃子的 - 其實如果你看NBA的話 - 很多時候他們所謂的入瓶都是這樣的 - 因為他們防守的球員 - 特別是NBA的對抗性這麼強 - 你有時候是撞不到進去的 -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他們都真的是扔球進去 - 但是那些都會計入瓶的 - 是的 - 而更大的東西就是 - 最出名的那個 - 你就可以找回現在NBA - 可能都是比較出名的一個中鋒 - 這個杜偉侯活 - 那他就曾經在一年入瓶賽裡面 - 他就扮這個Superman - 即是底褲穿在外面那條變態路 - 是的 - 他直接穿了那件衣服出來 - 之後就跳過了他的隊友 - 然後把球扔了 - 跳過了車把球扔了進去籃子裡 - 其實那一球他都是完全碰不到的框 - 他都把球扔進去而已 - 但是那球被譽為就是近十年 - 可能最好看的一球入瓶這樣 - 甚至乎 - 當然我個人不認同 - 因為我覺得最好看的就是 - 而我個人不認同的入瓶是雲斯卡特 - 但這就是套過了這個題目 - 放心我們有機會說 - 其實流星之灌籃 - 你在現實中都不是找不出來的 - 剛才提過赤絲的big angle - 這些其實都是現實中的一些技巧 - 變成整體來說 - 你都會覺得它是有些虛實交錯 - 有真有假 - 即是你聽到好像很超級幻想式 - 但你去找回又未必不行 - 即是當我跟你說赤絲 - 它那些令你跪下那一刻很笨 - 你說不是呀 - 你看這條片都是這樣而已 - 特別現在NBA有個球員艾榮 - 他說他的控球是很快的 - 其實你上網找到一些片段 - 它就令到對面的人突然下跪下了 - 給他很輕鬆入球 - 即是他不是說好像黑字裡面說 - 我要東西跪馬上跪的那一隻那麼嚴重而已 - 是搖寫手法的問題 - 搖寫手法的問題 - 還有其實我們Mike後 - 我都跟大雲和阿謙說過 - 其實赤絲講的big angle - 為什麼我覺得寫得很差呢 - 就是因為big angle其實是一個不斷的移動 - 它在漫畫裡面其實是很表達不到這個東西 - 如果你留意一下 - 它經常在赤絲用天底之眼去看你的腳的動作的時候 - 它就會反黑了那一格 - 然後就看著你的腳的腳影怎麼動 - 接著下一格那個人就跌下了 - 但是它就做不到赤絲怎麼用一個左右運球 - 去干擾到你的重心的移動 - 令到你跌下那一下 - 它做不到這一點的 - 所以它在big angle - 它有一個理論的bag up - 但它裡面有很多位置我覺得做得不夠仔細 - 即是它present不出來 - 是的 - 它做得不夠仔細的 - 那會是 -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大優點來的 - 有一個理論的bag up - 而另外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超必 - 那有合理有不合理 - 譬如像克子的有道術我覺得是完全不合理的 - 去到後 - 即是中期 - 其實它的有道術 - 因為說了克子其實不可以在牆上留太久 - 因為當它在牆上不斷走來走去之後 - 開始有人看到它 - 大家開始會留意它 - 它就說了克子直接把這件事極大化 - 讓所有人的集中力集中在它裡 - 而之後呢 - 你就會看不到其他四個隊友 - 本身你覺得在牆上要無緣無故有一個人看不到消失了 - 已經很奇怪的事了 - 你居然現在說一個?沒有什麼 - 我四個都可以 - 全隊的人都可以消失的 - 這一刻其實是很傻的一件事 - 怎麼做不到的一件事 - 無緣無故有四個人 - 現在我只看過我的隊友在這裡 - 還有這個消失的盤球 - 即是可以過人 - 還有這個消失的射球 - 其實都是說它用一個有道術 - 或者是一個正常不同的射球的姿勢 - 因為黑展他的射球很差的 - 但因為他全球就很準 - 所以他最後研究到射球的方法 - 其實是一隻手托著那個球 - 另一隻手就推那個球出去 - 由於他托著那個球的時候 - 只是放在心眼口上 - 正常射球是放在頭頂上再射出去 - 如果射球的軌道不同 - 所以就說防守的方面 - 就很難去防守到他了 - 這個其實是極度暗糕的一件事 - 因為只要我跳起來 - 無論你的球高還是低都好 - 你都是射到我的 - 你沒理由可以穿過我 - 只是看你扔中我那邊 - 我才看我都是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 所以他解釋完我也是接受不了他這個理論 - 最主要是黑子那些所謂的招式是解釋不到的 - 發覺是 - 是 但是藤卷中進是為他每一招都放了一個解釋在後面 - 縱使那個解釋 - 你見到那個解釋你都覺得他是暗糕 - 他仍然是很盡力想了一個解釋 - 至不是好像亡王那邊後期已經廢鬼事解釋 - 亡王就是有極大量 - 但是他都廢話事跟你解釋 - 要我想不到的 - 是 隨便的 - 正如現在他都沒有解釋為何他會打出一個黑洞出來 - 有一個什麼黑洞 - 接著打上觀眾席那些東西 - 他完全不跟你解釋 - 不是很重要 - 要一點點題外話 - 開咪前阿軒就說這幅漫畫和王王的分別大一點 - 就是觀眾很安全 - 因為這幅沒有任何人 - 或者波都扔上觀眾席那裏 - 那就有安全 - 還要說必殺忌這件事 - 因為這幅始終是在少爺Drum裡面連載 - 是 - 所以其實他必殺忌差不多 - 都很重要 - 還要以為是有的東西 - 還有有些人說的一件事 - 我當然是聽別人說回來 - 不是自己的論點 - 有些朋友說 - 其實必殺忌這件事 - 是對一個漫畫 - 紅不紅倒是很重要的作用 - 是 - 因為最主要說 - 其實看那些漫畫 - 未必是一班大人 - 一班大人看可能他的必殺忌沒有什麼感覺 - 出必殺忌就出了 - 但一班 - 如果說是中小學生的那班去看 - 他一看完必殺忌 - 去玩的時候會模仿 - 可能第二個問你這招是什麼 - 說黑子的籃球 - 其實有必殺幾件事 - 反而會多了粉絲的留意 - 或者記住的作品 - 令到作品更加紅 - 是的 - 但是他的問題是他的招勢 - 是全部都無法模仿 - 首先黑子的那些已經是做不到的 - 你是不可能做到的 - 是的 - 像拿了堂的人說 - 他那些招式手印 - 你可以模仿 - 就可以叫出來拍 - 是的 - 大家假裝打架的時候 - 都可以玩一下 - 其實也未必無法模仿黑子的絕招 - 霸佳就在底線上 - 扔過去 - 你幫我剪 - 你幫我拍片剪接 - 剪接剪一下 - 行不行 - 這樣就沒有人 - 你真的射得入 - 其實追以扮黑子 - 如果我是小朋友 - 我要扮黑子 - 我現在要消失了 - 那我就先賣個汽水 - 你打球 - 我要扮黑子 - 追以扮黑子 - 當然是測試 - 只要你的對手配合 - 你就能做到 - 不是 - 白黑子是不用拒手配合的 - 我走開去買東西 - 總之我放黑子 - 我消失了 - 你四個人去打球 - 但他消失是有傳球的 - 你走去買汽水 - 你就傳球 - 要他當我傳球 - 都不行 - OK - 這樣是有難度的 - 應該是射移是赤斯的 - 但每個對手配合一口水 - 配合一口水 - 待會我叫櫃 - 櫃一櫃才不可以 - 你這樣說 - 最容易扮演 - 我想起那時候去動漫節 - 那裡有幾個人 - 扮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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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沒有拿銀球 - 扮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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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純粹穿衣服 - 沒愛 - 那些就完全沒愛 - 是 - 可能他扮黑子 - 黑頭髮的角色 - 不知道 - 還有這套 - 另外有一個我覺得 - 挺好的優點 - 就是他 - 是挺寫得熱血位 - 友情位 - 是寫得挺好的 - 嗯 - 當然 - 因為 - 如果你要和 - 同樣是 - 藍琼媽媽比較 - 他始終是 - 我覺得 - 連比較也侮辱了 - 藍伊德俠俊 - 當然 - 他的內容也不一樣 - 真是和超級是 - 那邊沒有超級是 - 超級是 - 但是如果你要說 - 藍伊德俠俊的那些 - 當然描寫得更好 - 但其實這套也不差 - 特別是成林 - 因為他整隊球隊 - 只是二年級生 - 因為他剛剛成立了兩年 - 你看到那些二年級生 - 其實都是一個球隊的支柱 - 說他們怎樣定立了 - 第一年輸得很慘 - 怎樣定立了一個目標 - 第二年一定要贏 - 這樣 - 其實都寫到這些位置出來 - 或者寫他們幾個會覺得 - 不可以是 - 後期初初的時候 - 火神會覺得 - 我自己過去灌籃 - 我過去搞定 - 就可以了 - 黑子是馬上打他 - 是 - 打完他覺得如果不是 - 一群人一起很開心 - 去打籃球 - 你贏了你不開心 - 其實沒有意義 - 那個其實都覺得不錯 - 甚至乎他為了 - 將這個作為他最終的理念 - 所以他入了鬆這個狀態之後 - 其實鬆是好像一對門一樣 - 你打開了這對門 - 你才可以進入到這個境地 - 真理之門 - 對 - 原來真理之門後面還有另一道門 - 但是那道門就好像有一個人守著 - 原來發現不是只有一個人守著 - 守著的人就是你的隊友 - 你就要連同你的隊友一起同心一致 - 才算是最深層次的鬆 - 其實就是整班機佬 -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解讀 - 是 - 可不可以有情一點一點點說 - 當然要整隊一起的突破很鬆的這個境界 - 你說整隊都是 - 你只是在說最後那一場 - 是啊 - 但是最後那一場 - 你看到赤絲是可以弄到全隊都中了鬆 - 那這兩個分別其實我看不太鬆 - 有個小分別的 - 因為赤絲是用他 - 因為赤絲是帝王赤絲也是做不到這個 - 那個叫做好的赤絲 - 真赤絲也是 - 所以覺醒完赤絲是廢機的 - 真赤絲就做到這個 - 因為真赤絲的傳球 - 是你起手上來最舒服的 - 無論你的高度 - 或者對你進行下一步的動作 - 是最好的一個位置 - 所以他可以將你的能力 - 發揮到比你皇上更加高的層次 - 由赤絲去統一了整隊球 - 而火神他們最後最後 - 那個鬆的狀態就是 - 整隊球的理念是一樣的 - 他們是有同一個意志 - 等於看都不用看 - 我全球就知道隊友會在這個位置出現 - 是這樣的 - 其實我中學打籃球的時候 - 你進得鬆嗎 - 不好不好 - 你的眼睛有電 - 只是我們通常打三打三 - 其實我有另外兩個中學同學 - 我經常都是跟他們一對的 - 其實是打到某個程度 - 我是搶完那個籃板 - 我真的看都不用向後面 - 因為我知道那個人會在外面 - 我知道他會在接那個位置 - 這個理論上是可行的 - 這個是默契去到極點 - 其實是OK的 - 是的 - 只是他用一個鬆的形態去表達了 - 他的眼睛有多條電 - 這麼多人只有火神有電 - 是的 - 沒問題的 - 其他人都沒有觸電 - 沒問題的 - 讚完這些好的地方 - 已經沒有了 - 暫時是這樣的 - 暫時是這樣的 - 要彈一下他就要 - 比如說剛才說過他有很多很笨的招數 - 完全接受不到的招數 - 而你有絕招也不要緊 - 他是把這些絕招 - 用一個格鬥術的形式去寫出來 -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說 - 網王也有說 - 其實運動漫畫 - 用格鬥漫畫的表達方式去說好不好 - 是一定不好的 - 因為運動和格鬥是有種種很大的差別 - 本身是最基本的的差別 - 是的 - 所以好像剛才開咪一直 - 頭兩節都不斷提過 - 譬如一些時間上的限制 - 球數上的限制 - 其實都是一些太過數值化 - 你覺得不好看的東西 - 而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 本身是很講數值 - 當然籃球是一個很數據化的運動 - 因為其實就是講 - 曾經拉遠一點講 - 體育來說 - 籃球是最難講 - 是一種機率的一個運動 - 因為你每一場球 - 大概是要射80-100球 - 即可能少一點 - 但是80球左右 - 而你大概是入40-50球 - 那這40-50球 - 入還是不入 - 每一球都是一個機率 - 所以你是很難靠撞彩去贏到一場球 - 而足球你可以突然撞腳神 - 放入了一球 - 你就一贏一比零 - 足球有這件事 - 籃球是比較難的 - 採數就一定有 - 但是比較難一點 - 但是他很講數據 - 而問題是他太數據化了 - 所有東西 - 他的數據 - 簡直是城林那邊的教練 - 李子 - 李子一看他 - 李子一看他 - 全部都看了數值 - 看了那些人 - 其實尚田李子 - 他是把龍珠雷達 - 放了那隻眼睛 - 他一看就看見你的戰鬥力是多少 - 那不是龍珠雷達 - 而是戰鬥能力界 - 戰鬥能力界 - 即是彼達 - 即是彼達 - 塞了爛刀神 - 爆鏡 - 他就爆眼角摩 - 他的戰鬥力已經大破了一百萬了 - 他的眼睛已經大破了一百萬了 - 你知道哪隻眼睛有血流出來的 - 他太過數據化這點是寫得不好 - 另外就是他的招數用格鬥來寫 - 為什麼我會覺得 - 如果你問我 - 我喜歡網王還是黑字多一點 - 我會回答你網王 - 都說你是粉絲來的 - 為什麼會這樣呢 - 就是你既然將他用格鬥化來寫 - 我覺得許飛鋼比騰卷中盡高那件事 - 就是許飛鋼放棄了他的尊嚴 - 他完全沒有當過網球王 - 只是一道網球漫畫 - 他完全放棄了這件事 - 他是沒有了一個網球漫畫的自尊 - 而黑字是極力保持著一個網球漫畫的自尊 - 但是他又有很多昂鋼的招 - 即是一個他現在比較盡 - 他有沒有那麼盡 - 是的 - 但就是因為他這個沒有那麼盡的關係 - 我覺得他比較一下 - 其實不是的 - 因為藤卷沒有學許飛鋼 - 他也唱歌 - 他也唱歌好一點 - 他自己的作品不夠愛 - 他唱完歌之後 - 可能他自己的齒力就可以連丟掉了 - 即是他放下不了我的自尊 -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一個缺點 - 這是我剛才說的第一個 - 在別人聽回來我覺得 - 挺好的一個論點 - 即是現在人的論點 -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 網王好看 - 黑字網王好看 - 但我又說不出他們的中文分別 - 直到他當出了自尊 - 是不是的 - 我想假設許飛鋼 - 無緣無故懂得聽中文 - 聽過我的這種說法 - 他真是很生氣 - 多謝你 - 應該會吵架你 - 我不知道他的作品多有愛 - 多有深度的研究 - 都你都沒有買 - 接著另一個缺點就是 - 剛才提過黑字 - 那些招數的不可行性 - 首先在場上要消失 - 是已經很難的一件事 - 而更大的問題 - 你要把全部人集中在你 - 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在你身上 - 其實這就是第二個 - 我在別人聽回來 - 因為我是想不到一個更好的例子 - 是 - 你要怎樣才能讓整個籃球場的人 - 看著你呢 - 脫膚 - 你唯有打打合只是一幫突然脫膚 - 那就整場都看著你 - 你怎麼小苦 - 的一點是這來的 - 但是你只有這個方法 - 你才想到第二個 - 沒有 - 當然大叫是可以的 - 你突然大叫也是可以的 - 那當然是唱歌 - 但是脫膚是最有說服力的 - 脫膚最有效率 - 我當作唱歌的人 - 的人會馬上認證我 - YOUR唱歌一下是正常的大叫 假球是這樣的 隨虎 那邊是隨虎 廢望廢望 隨虎是最有說服力的 反應肯定是 隨虎 廢望廢望 隨虎 所以他這些招數是 他有個理論 但理論是不合理的 你會有這些位置 另外就是一些關於描述上的缺點 我覺得他寫到清風之後 這套就開始大幅走下球 當然是從六間開始 我覺得這套是不知所謂的 你其實看六間 最主要是在他射了那一球 你覺得是不知所謂的 他射到那一球 你就已經很想看下去了 但是清風之後是很走下球的 為什麼呢 因為王麗所身處的海嘗 六間所身處的秀德 以及清風所身處的那間叫什麼呢 童王 他們這三間學校 除了奇蹟之世代之後 另外那四個人是有描寫他們的 譬如好像有一個叫鷹井 就說他經常說對不起 經常都一邊說對不起 一邊射三分 一邊去防守 然後又有一些就是 其實他都是一流的中鋒 粒蟲 另外還有一個童王裡面 有一個匡格戴著眼鏡 他已經很奸 其實他經常都有很多計謀 他不斷有些配角 即是奇蹟實在身邊的人 至少有一些你會記得的配角 你說很奸 我想錯了連馬區第一字像 不好意思 我喜歡想錯東西 我撈錯機 我撈錯機 對不起 但是去到寫子元的時候 其實他真的只是寫了子元和冰室 另外那三條是完全名字都說不出的 那三條是完全沒有描寫 另外冰室因為剛才說過 他是最慘的一個角色 不斷被人當傻子玩 他根本出來是浪費救氣的 所以他也是完全沒有意義 變成你的重點應該放在子元身上 但是子元最後抽筋 所以你覺得整對羊傳還是傳羊 好像很嬌啊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之前你會覺得 都算是奇蹟之世代 對得住名字 或者整對球你覺得真的是王者的級數 這句就是奇蹟之世代 你覺得整對很嬌啊 至於那對球 這個就被人說不成才 那三個就不知道誰 這條混蛋是在抽筋的 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寫得最差是赤絲那一隊 因為赤絲是奇蹟之世代的大佬 另外那四位球員 其中三個剛才提過有無面之五將 沒有拿過冠軍那五條人 城林有一個木吉 他們在中間打過一個花公分 我記得了 好像叫花公 然後剩下那三個都在世 他們那隊叫做樂山 赤絲那一隊球 在那裡 有一個奇蹟之世代 和三個無面之五將 看起來排面很厲害 排面好像是最強的五個入面 有一個在那裡 然後其次的五個 其次弱一點的五個人 弱過這五個 就是艾石那是厲害的 就是頭十位 有三個在那裡 好像很厲害 就是頭十位有四個在那裡 其實也很厲害 但是他又不是描寫到另外 我三個無面之五將很突出 就是走幾幾吃飯 叫做有名的雜質 有名的雜質 另外這套東西 為什麼我先拉遠一點 說說 就是另一個缺點 就是他經常用一些很普通的招 改一些很型的名字給他 你就覺得是更浪狗的 就好像十淵 他的天地和虛無 那他的地好像就是 天是就這樣 天是飛 away的三分 其實飛 away的三分 其實飛 away的三分 是很普遍的三分 當然是一個很高的技術 因為你一邊向後跳 同時你要把球向前射 你的平衡和你的力度 是很難拿握的 其實以籃球的技術來講 都不是一個太容易 但是以職業的NPA 差不多每個人都懂的 只有一個很普通的飛 away jump shot 你叫他做天 為什麼懶惰 所以為什麼是喜歡 被人人要打籃球 其實是一個落差 就這樣說 就好像你在賽車漫畫 你踩休 每個人都要踩 我下brake 每個人都下brake 你叫我神王之 什麼brake 下雷之一擊 下雷之踩油 神判 神判之轉波 你覺得很難怪 我現在就明白 為什麼你會說這個 做什麼 喜歡平衡上打籃球 也要打籃球 射個球 神王之射球 然後地就是 這傢伙撞到身上去 搏了一招 然後再射三分 這個很靜奴 很靜奴 當然你入不入那球三分 地就是一定會入賣的 那球三分 這個是很難的 就是駁完淘球 之後能不能入球 就不一定的 那他就一定能入球 這個 所以他是奇蹟之世代的 無面之五象 另外就是 虛無就是說 他會蹲得低一點 說他蹲得低一點 然後就會隔起來射球 他隔了一半就會停一停 那由於你叫他停一停 你覺得假動作 你又停一停 但其實他停一停 是假動作 他就會再跳起來 那由於你停一停之後 你的力度 抽不起來 所以你跳不起來 你是完全不明白 這是什麼 什麼的理論 簡直是不明白他在做什麼 還是 是啊 聽你說我也不太明白 你做什麼 總之就是他蹲 就是他蹲 然後跳起的動作 分了兩次來做 而對手 因為看到你 以為你做假動作 他就當然會收腳 不跳起來 而在這個時候 你跳起來 所以他就跳不起來 接著巨手說 我知道他會再跳起來 所以我專門就是一半 我再跳起來 他就說 我知道你做知道 我會跳不起來 那我再跳起來 那一半步 那你玩就沒得玩 所以他將一些很 很笨的技術 或者很普通的技術 因為其實虛無是笨 天地是一些很普通的技術 但他全部都說得很厲害 另外有一個人就是 葉山 就說他拍球的時候 就把他的 這個其實很好笑 就說他把全身的彈力 集中在手指上 這個人是怎麼把彈力 集中在手指上 我理解不了 還有說他平時拍球 就是用三隻手指 正常拍球就是五隻手指 他就是用中指、食指和無名指 就說有三隻 如果他想要拍快一點 就用四隻 最快就用五隻 噢 即是大家拍球很快 對 他拍球就拍到很快 所以你就按不到他的速度 但是我又更加不明白 那件事就是 你如果要集中的話 不是應該一顆是最快嗎 為什麼集中是五顆的呢 集中是三顆應該比集中是五顆的 你五顆合了體 那是機械人原則 五顆合了體各一架 你五顆合了體各一架 假機箭也認識 但其實我是想到的 就是為什麼 就是他放不下他的自尊 如果許菲剛寫的話 他一定會寫葉生用一顆手指來拍球 這個也是的 而藤卷是放不下自尊 一顆手指拍球一定會穿魚蛋 即是如果許菲寫的話 應該會有些人在旁邊說 居然用一隻手指也 都不會穿魚蛋 不是應該說全場人都看傻了眼 他都不知道自己看得到的是什麼 不相信自己眼睛 不相信自己眼睛 他居然用一隻手指來拍球 即是看到哪個骨軟分身 還有大王這個說法 只是適用於日本仔 香港人由於見過黃禎的肥螳螂 所以是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就是黃禎教大家 但是最後他是用五顆的 當然五顆最後又被人破了 或是用頭砍 而最後剩下那個磨面之五將 他是沒有任何能力 很大力 總之他是很大力 他是沒有任何特別的能力 你放一隻牛下去跟他打 其實都是一樣的 現在打的難度是很大力 只是打籃球而已 現在打籃球而已 又不是打拳 你每次說那個力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由於他最後打落山這場 他是用了很多篇封去寫 這三個磨面之五將 所以赤絲呢 你覺得他其實不是特別 特別表現是突出的 而當他走出來的時候 就會很帥的進一兩球 然後說你們沒有勝算 最後就被人不斷追分 然後你又覺得他又拼了 你幹嘛懶惰 你一直被人按在地上打臉 他是打你一拳 然後比你打拳更重 他一開始就說 這場球交給你們 然後他又發覺這三個人是不夠打的 所以自己又要出手 出手自己又不夠打 所以真赤絲又要出來 出來都是不夠打 最後又拼到最後 我就是說整件事又很銀魂 我又是 而最後最重要的 他第五個球員 他是說他是另一個黑子 就是說赤絲上到高中之後 就找了另一個存在感很低的三年級生 就把他培養成為另一個黑子 然後就說他們怎樣去破解另一個黑子 這裏其實不是我想說的重點 你放另一個黑子出來 我覺得以一個少年文化來說 你遇到自己同樣的能力對手是很靜魂的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他寫得不好的是什麼呢 因為在打赤絲這一場之前 是一段十幾二十話的回顧 就是講他們國中在帝光的時候 為什麼奇蹟的世道會分裂 有講到這段戲 其實黑子除了青鋒和火神之外 是有第二個外遇的 第三個外遇應該叫做 外遇? 我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你記不記得嗎? 什麼? 他和黑子在發訊息的那個 即是外遇的那樣會發訊息 發訊息那個 最初先寄信 最初是筆友 玩筆的 即是不同年代的偷情手法 都齊齊了 之後阿謙慢慢幫我找找 我有時候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他講的那個人 國中的時候和黑子不斷在書信來往 就說他們要再在國中杯上面相遇 但是最後他們終於相遇到那一場 黑子就因為傷就沒得打 而赤絲就 因為那時候已經變了暴君赤絲 暴君赤絲就用一些很過份的方法 去凌辱他們那一隊 就是赤絲控制了得分 他是令到他們的比方是111比11 他要把特分板全部顯示出來的數字 是1這樣 那就令到他的隊友絕望了 他就有這樣的描寫在這裡 但是我初頭以為 因為他一直沒有介紹過第五個球員是誰 如果我覺得你可以把他的朋友 變成第五個球員 從黑子去面對他的朋友 在戲劇章力上是更加高的 而你只是描寫一個普通的三年級生 怎樣變成另一個黑子 跟他去做一個交手 而他最後他的朋友 只是在觀眾席上面叫他 黑子加油啊 其實這個人就沒有氣了 你覺得他這個朋友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寫這個人出來是沒有什麼意義 是啊 純粹是說黑子 為什麼這麼討厭帝光這種打球的方法 但是他的朋友這個角色本身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浪費了這個角色 完全浪費了 我覺得你可以是早一步披羽 會不會是另一個跟黑子同樣打法 或者風格的球員 拉著三個無面之五將 去跟他們作為他們其中四強或者八強的對手 然後赤斯可能是拉著三個 可能是KLFA 再加黑子的朋友 去打最後一場 啊啊啊啊 軒幫我找了叫迪元 那個人 都不要緊 反正看一看他的名字 總之這個角色 我是覺得很浪費的 是 如果你這樣出來學 你剛才這麼說的 張力高很多 那種縮力感覺又好些 又好像有些伏線 你鋪了伏線在這裡 又用了 就不是好像鋪了一條線出來 大家以為有伏線的 但是接著就沒有了 還有最慘的就是 他最後還是跟黑子打不成 因為國中那場黑子是傷了 如果你是可以高中度再重新打一次的話 那就好些了 整件事好看很多 是啊 我覺得他是 但是在這個位置我不知道他是沒有蝙蝠 還是怎樣 因為其實拉遠一點點說 有人說他限制了275畫圓 是因為藍原多入競爭是276畫圓 是啊 就是編輯部不讓他這樣做 也沒關係 純粹可能是藤卷中進 可能想短你一話 但又能完結一個故事 可能有這件事 那些人會這樣猜 其實是亂來猜的 我覺得說服你不強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蝙蝠不夠 還是怎樣 總之我覺得他最後那場是射得不夠好 你突然間把三個無面之五像放在一起 其實都有一種很闖絕的感覺 嗯 就是突然之間 本身有幾張牌在手 現在無緣無故一次打出來 是啊 還有因為你也知道無面之五像 都會有得分能力的球員 所以赤斯他的得分能力變得很少 那個場面 很不重要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寫到 是有一個和黑子同樣風格的人 戴著三個無面之五像 而赤斯是戴著一個舊朋友 那整個戲劇張力 那種命運感 還有那種少年那種熱血那種感覺 會更加強一點 嗯 總之最後縮敵 要是自己認識的朋友 什麼之類 這些是少年萬常規 對 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 在劇本上可以快速一點的地方 我反而想扣個租 如果我當那個人和赤斯同一個能力 大家可以回頭去隱藏自己四個隊友 其實這個籃球場只剩下兩個人打球 也是的 到底那些是街頭籃球 一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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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打對制 我又覺得 那個球證應該叫做 很混亂 那個球證應該說 其實可不可以先停一停 我已經不太明白 這場做的事情 數數人數先 就是球證那樣東西 還有這對球的球證是正常人 他都會看不到黑紙的 他都會看不到黑紙的 就不得望望那些 是無論球場發生什麼都很冷靜的 很冷靜的 就是 如果被人打輸的觀眾 是可以照報分的 沒問題 還有這套東西 我覺得他寫得最好的地方 是角色來的 我突然想起 撞漏了一件事 是寫角色的 不過這個可能留在第四節再講一講 第四節可能會短一點 因為我想講一些角色 其實都沒有太大特別的事情 但是就 回到第四節再講一下角色 再講一下角色